别对妈说谎 真的假的 我需要帮助 谣言太多 智慧太少 我闻到了谣言的味道 帮女郎驾到 谣言通通粉碎掉 宝宝出声脏 是因为 运气吸引生活太多吗 宝宝身上那层东西 就是因为啪啪啪太多 而且不带套 孩子身上抹上了一层精华 咦 这画面太美 我不敢想象 这你都会信 肯定不是了 宝宝不还是好好的吗 那我就放心了 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是可爱又迷人的Dr.G哦 专业知识让我来告诉你 宝宝出声时 身上的白色油腻壮的东西 其实是胎脂 胎脂就是脂肪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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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脂可不是胎儿的脂肪 胎脂是在羊水中 胎儿皮肤的保护膜 如果没有这一层膜 胎儿的皮肤就会受到伤害 甚至溃烂 每个宝宝身上都有胎脂 保语后也因人而异 胎脂脂脏后的宝宝出生时 胎脂依然存在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许多宝宝 在刚出生时给人脏脏的感觉 所以运气性生活 让宝宝出生时变脏 就完全是谣言了 宝宝刚出生后 外界环境的温度较低 宝宝身体的热量要向四周散发 使体温降低 这层胎脂能够帮助宝宝 减少身体热量的散发 保持体温恒定 所以别看宝宝脏 可宝宝健康着呢 像我这么瘦 是不是胎脂就很少呀 宝宝受不到保护怎么办 放心啦 宝宝的胎脂跟妈妈的胖瘦 没有直接关系的 倒是跟妈妈摄入的营养有关系 胎儿的胎脂 主要是指皮肤角质脱落形成的 属于正常的皮肤形成代谢 胎脂的多少 跟宝宝的身体体质 以及妈妈的身体状况 和怀孕时的饮食习惯有关 所以你不用过于担心啦 只要在怀孕时 保持好正常的饮食习惯就可以啦 对对对 我来详细给你们解释解释 胎脂的多少 主要是由胎宝宝自身的体质决定 新生代谢旺盛 宝宝皮脂分泌物多 胎脂就会多 另外 与妈妈的营养摄入全面 胎儿吸收的营养物质充足 新生代谢好 胎脂 从而也会更多 而养水的清澈度 确实跟胎脂的多少 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啦 如果胎宝宝胎脂质代谢旺盛 养水里漂浮的胎脂碎屑就会更多 从而就会影响到养水的清澈度 总之 宝宝出生脏 是因为养期性生活太多 完全是谣言了 谣言粉碎完毕 那今天就这样咯 诶 那我呢 为什么没有带我走 这些年轻人啊 还让不让我这老太婆睡觉了 老头子 我好想你啊 每天都要新的谣言登场 你这不行啊 双股流泊 肚子融融 你真纠结 吵吵吵着我晃晃晃 我的妈妈心好疯 好疯哦 谣言谣言 你别猖狂 我有Dog Tree和帮女郎 谣言谣言 口什么名称 真相又是罪业 别对妈妈说谎 哦哦别对妈妈说谎